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磨难 磨难多多啊 整个脚趾都是冰的 一直到前几天老K才终于的把这双鞋测试完了 哎呦一起床外面又在下雨啊 今天本来想在干燥的环境下测试一下 最后一次测试一下Ace 现在看来又泡汤了 先选一下衣服 天气不好 是穿英宝套件 然后踢球的时候穿这件风雨衣好了 最近我经常穿的是这件风锐的红色的风雨衣 当然还有一件黑色的 我觉得这件红色的更加拉风 对不对 真的非常漂亮 有点看就是上次开箱看好我们那些阴板 主要大家觉得怎么样 上衣穿起来的话稍微紧一点 但是不是很影响 不是很影响你什么活动 裤子的话肥瘦应该是正好的 然后看起来 袜子的 袜子那KFC的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这件的话是温瑞的那个风雨衣 我觉得这个红色很好看 他就比刚才那件要宽一点 我觉得这个红色比较百搭一点 你能穿很多训练服都能跟这件衣服搭上 今天因为要参加的是联赛 所以要戴上一件队斧套在这个风雨衣的外面 呃 球啊 得 今天穿什么呢 今天穿什么呢 戴一双薄的一双厚的吧 耐克 戴这个吧 穿FC的 然后后的 后的拿一双 那是利塔的吧 Ace 然后还得拿一双 哦对了 给朋友们说一下 上次本来我要测这双Mona Sida的 呃 其实已经实战了 但是因为后跟这两个钉子实在太窄了 所以我不敢再穿下去了 这个鞋钉会让我受伤的 呃 鉴于今天又是一个雨天 所以 啊 我不想挑纯皮质的球鞋 因为这样会让我的皮质长时间的浸泡在水里面 其实对于球鞋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今天其实对手也蛮强的 好像 有一个非洲兄弟 据说 水平很不错 哎 穿刺客 穿刺客 我的刺客12 刺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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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哎呀我怎么会把你放到这种地方来呢 耶 我一般装到包里之前呢 会把两双球鞋都放到鞋带里面 然后这是衣服 这是球包 当然它不是不是专门 专门的足球球包 而是 我专门买来做球包的一个包 呃 这里面的话放一些护具 以防万一 呃 对了还有我的 冷冻喷雾这是一定要带的 呃 避免受伤之后没有办法 这种包其实空间也很大 但是不便宜 本来今天也是要去膜拜过来的 但是一看 这个雨下的有点大 所以还是选择了搭车 这个雨真的有点大 我要骑销过来的话 我现在应该成骆堂狗了 那么在分享Ace17家的测试结果之前呢 可以先简单说一下 最近老可以新入的一些装备 在实战中的一些表现 首先的话来谈一谈这双20L的球袜 那么上一个视频也是说过了 这个球袜呢 它的特点是比较厚 而且弹性的比较大 所以这种球袜在穿着的时候 老K不推荐大家 记住 是不推荐大家 在穿这双球袜的时候 去选择一些一体化的这种球鞋 还有高帮的球鞋 老K呢 推荐大家去穿一些 这种低帮的球鞋 因为什么呢 高帮的球鞋 你在穿着的时候 会把脚踝这一片的袜子 带到往上提 那么这个袜子弹性又比较大 如果你穿一些高帮的呀 这个袜子提到最后 你的脚 脚跟这边的整个袜子的厚度 会变得很薄 因为它整个都上提了 这样会造成你一些脚踝部的一些不舒适 而且由于这个袜子弹性比较大 如果这个鞋舱太紧了 那这个袜子穿进去之后呢 它会在里面有一点点 就是部分地方呀 可能会这样蜷缩起来 整个穿着下来 它的防滑性能呢 也是比较好 因为它有脚底的这个 摩擦的这个条纹 总的来说呢 老K对这双袜子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那么重点呢 是建议大家穿这样的低帮球鞋 这双袜子的表现呢 会更加的好一点 视频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个 峰瑞的这件分云 在老K的三次测试里面呢 我几乎都是穿的这一件衣服 那么当然这个是在比赛当中穿的一个衣服 其实在踢完比赛呢 老K还是会选择穿棉服 因为这样的话保暖性能会好一点 这件衣服的细节也比较多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首先它的侧面 大家看它的侧面是有这个透气孔的 而且它这边口袋 外观也是处理的比较干净美观 在它的左手这边的话 外侧有一个口袋 那么这件衣服的话也是可以为跑步 所提供一些便利的 那么这件衣服呢 主要它的亮点在哪里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分锐呢是个国产品牌 但是这次我们国产品牌的做工真的非常棒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内部 有没有 这些走线的地方 胶呀包的都非常好 真的很棒 很少能够看到一些 行走迷失的线头 大家看看这样的做工真的非常棒 OK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再加上它的外观呢很干净很整洁 这件衣服的话现在好像卖的也不是特别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咨询我一下 然后就是这一条收腿裤 这个收腿裤的特点呢就是它弹性啊还真的不错 虽然说它的小腿这边呢收的没有那么细 大家看呢还是比较宽的没有耐克那么细 但是它在穿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上身之后呢确实也比较美观 但它呢也有一个缺点 在我穿了七八次以后 这个部位已经有一点点起毛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已经有点起毛了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不算太耐磨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在我 这件衣服呢是我在去球场之前和踢完球之后 必须会换上的一件衣服 为什么呢相信外观的话上一期视频大家应该看过了 主要就是在于它内部的这个面料 这个面料内衬真的特别特别的保暖 去球场之前里面穿一个景深衣 然后中间搭配一件这种面料的衣服 然后再穿一个明衣就绰绰有余了 绝对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寒意 在踢完球之后呢 把你大湿的这个外套换下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分羽衣了 就是在我踢完球之后 因为分羽衣的话 你在踢完球里以后呢 它的内面会积满你的汗水 所以一定要把这件衣服换掉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再带一个更加干爽一点的这个打底衫 或者是另外一件干净的景深衣 把那件湿的景深衣也换掉 然后呢再套上这个保暖衣 效果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也可以去魔宝上面或者其他平台去找找看 有没有内衬是这样的这种衣服 效果的话应该是会差不多的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言归正传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双A17加 那么老K呢也是测试了很多场了 前三场呢都是在雨天 就是湿滑的天气所测试的 那么这双鞋给老K带来的反馈 老K认为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双鞋的尺码呢是ZP270 鞋垫的长度呢是269毫米 重量呢是237克 其实我回过头来再来看这双Ace 虽然它是新猎鹰的一个前身 但是这双鞋我个人感觉真的是比猎鹰要好一些 首先呢它在鞋面上的用料呀 个人觉得比猎鹰要稍微好一些 Primelite的一个织物 加上外面的涂层 再加上NSG的一些小蝴蝶 还有加上外侧的这个胶条的支架 然后呢再加上这些接份处的一个热粘盒的技术 使得整个鞋面呀特别的光整 它的触感呢整体触感是属于那种非常干脆的类型 发力呢还算比较爽 但是呢在第一场和第二场测试的时候呢 因为一个下雪一个是雨后 使得这整个鞋面呀比较湿滑 说实话老K在第一第二次测这双鞋的时候 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这个优点 就是NSG没有发挥它任何的用处 所以呢老K是经过一些调整个适应之后呢 终于在第三场的时候驾驭了这双球鞋 那么在世华的天气呢 你想用这双鞋去抽射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 首先你要尽力的去增大你的出球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以单个的这种内脚背的区域 或者外脚背的局部的这种很小的区域去触球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 就打了一个擦边球会非常非常的尴尬 此外呢大家还要了解这双鞋的特性 它的鞋头啊这边的面料是比较厚的 而鞋身后部的这个面料啊整体是比较薄的 但是你在这一片区域啊 就是在脚背的这一片区域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内衬 整体的厚度呢还算可以 但是它的后跟这边呢 就是中帮这一块面料就非常非常的薄了 穿着的时候不是很贴合 而且呢它的脚弓这一块 它的脚弓这一块内收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呢它就造成了在你穿着的时候 就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它后部 就在这一片区域非常的松 而且越穿我感觉它的后跟锁定呢就是越空旷 这也是这双抄顶的一个弊端吧 而且呢它这个中帮这一块的这个织物啊 老K一直觉得它有点像丝袜了 它后跟这边呢是一个外置TPO 但是它的中间呢是空的 里面的话只有一些简单的织物作为一个补墙 那么它的鞋底呢主要是一个TPO的底 然后呢加上内外呢外面呢就是鞋垫 整个鞋垫是Boost的鞋垫 这个呢新列印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它的内部 大家看它的内部鞋底也是Boost 也是Boost 而且呢它的鞋底呢有个透光的效果 看起来那也是比较高级 在它的前部呢里面黑色的这些部分呢 是一个补墙的一个作用 这双鞋呢它还有就是说它的后跟这边 大家可能看到吗 有一些这个条纹 胶状的条纹 是用来增加这个后跟的摩擦力等 防止鞋舱内的一个打滑 这双鞋子它踢下来的触感啊 老K还是觉得这双鞋呢 它应该是偏向一个控制和速度型的 当然它不是纯速度鞋 因为从它的鞋钉来看大家可以观察到 它的鞋钉都是圆的鞋钉 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很稳的鞋钉 但是这个鞋钉的抓地力呢也绝对是够了 在雨天的时候呢 老K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大滑失足的现象 所以说呢这双鞋它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一个速度的保证 而且呢它的整个鞋面的触感属于那种偏向于干脆一点 触感的会比较快 也就是说适合一些脚下频率呢比较快一些的人 当然是个跟猎鹰这种又不太一样 猎鹰的话可能适合一些更加追求控制感的人 而这双鞋呢可能在你追求控制感的同时 如果呢有一些速度上的表现 穿这双鞋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在设门啊发力的时候呢 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当然如果那几天是不下雨不下雪的话 老K觉得应该会更好一点 所以后面的话我还会再找一些场合 再试试这双球鞋 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丰满的测评 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一期内容呢大家能够喜欢 点赞留言评论加转发这个流程呢走一波 原创不易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控制感 我们下期节目的带位 我们下期节目的事情 我们下期节目的带位 我们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